現在叫上戲,上戲不接,是這套戲 Peter,我們在開麥克風之前說 這套戲是中國片,不過有很多英文 隨刻拍攝了一樣,只會更多樣化 但裏面的中國感覺,扶持子孝,父母愛子女 父母,子女不可以反叛,是否應該反叛 由最新的科技,有一世紀的科技 一聲就回到神鳳萊仙島,變回一千年前 不是人家煙火 不只龍飛來飛去 將來內地是這樣 新加坡更加不用說 基本上新加坡沒有電影業 有的,他們很努力 現在在英語上,他們也有好幾個很有名的演員 沒錯,新加坡的電影進軍國際 香港也不知道算不算國際 我們也看過幾部香港的新加坡片都不錯 那時候說小孩怎樣補習也好 說文化衝突也好,甚至同性戀我也看過 他們也站得很淺 你剛剛有奧斯卡得獎那一套 就拍新加坡的有錢人 那一套是我的超豪富豪女優 那一套也是新加坡人 但那一套也不是那麼典型的新加坡 新加坡是這樣的 其實你留意,很多製作的電視紀錄片 拍什麼美食,其他專題的東西 新加坡製作是英文的,或者是用普通話的 那一套是新加坡有某種政治的限制 但它也有某種的information freedom 資訊上的自由 於是它有很多資訊 新加坡老實說,所有傳媒都是政府的 所以我們都不用討論 因為就算它拍美食、旅遊片 它都是推廣新加坡為主 但新加坡現在出了幾個 Algafina,上戲這個女生 第一又不漂亮 但有性格 給鬼佬看,鬼佬審美跟我們不同 不是鬼佬,我都不會說得漂亮 但真的好像你說,很有性格 演技很好,亦都可以豁出去 即是他那種豁出去的姿態 你是很難在中國的明星裏面看得到 醜與不醜 因為太過自我的感覺 包括梁朝偉也是 他是很自我形象的保護 只不過這次開到兩代的衝突 即是和兒子的衝突 這是很典型中國人的一個爭執 鬼佬沒有這件事 小孩大了出去了 父母怎會這樣 一千年後還追著兒子 這是中國文化 始終都是家鄉製 但是梁朝偉就吃正這件事 加上政邪合兼聘 那部電影說他是千年人魔甲巨勢魔頭 我看不到他裡面有些什麼 沒有做壞事 如果是鐵金剛那些 立刻拍他 如何控制世界 跟總統爭辯 然後派一些怪物去打 打哪個國家不順眼 搞到整個首都都變成了 林朝偉沒有的 只是說他怎樣搞定兒子 派人去逼兒子出山 在這樣的情況 我看不到任何這些團體都好 如果你不走回主旋律 或者跟回政府指示 你有什麼生存空間 這個真是很老實 在內地我們香港的觀察人 都說他們很擅長擦邊球 去試 我不知道將來我們香港創意產業的人 有沒有這樣的膽量 有沒有這樣的思維 我不知道 我認識一個人 他已經過世了 很多人都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但他在國內都曾經都是一個叫做受尊重的 都很高倍份的一個電影導演 他是江西人 那個名字就是 公祥章 那個姓章 張剛 剛就是剛強的剛 那張剛這個導演 他是很有心的 他就是在說這件事 即是插邊球 他是專拍喜劇 阿滿喜劇 阿滿是滿洲的門 他怎麼說 張剛其實我們祖先是滿洲族的 所以我的角色叫做阿滿 阿滿系列是怎樣 他專拍喜劇 那些喜劇 就是在開放改革之後 其實他是受過打擊的 以前文革的時候 他開放改革之後 其實他是一個很土掌的人 他不是接到外國的電影藝術 他在大陸那裡成長 但是他是有那種中國人的情懷 他就叫做民意在道 但是他就說 我知道我如果說這些什麼大道理 我也不是學者 但是他就知道 什麼國之四維 禮異廉恥 他就知道 跟我聊起這些東西 大概在我們這個制度下面 我們要尊重共產黨 因為他是一個執政黨 你就說了 插片球 有些人我想說 我用什麼方式 透過喜劇 講笑喜劇 說他拍些東西 就是阿滿 阿滿一個叫阿滿 但其實他是不圓滿的 這個人有很多問題 就是叫阿Q 他有很多行為上的不足 他透過 阿滿可能是女人 可能是男人 在不同的阿滿的電影裡面 他就有這個角色 其實他就自己刮自己 這個人就有很多缺陷 這個人就是現在 中國社會裡面的人 的原型 就是有這些東西 後來他的晚期 他也是臨終之前 其中有一部電影 他給了我一個劇本 然後問我意見 你怎樣 都二十幾年前 叫呂無特 你想想 當時是八九十年 這個八十年代尾 你中國都常是保守 呂無特 你脫衣服 你賣弄些什麼 他就說一個角色 女無特 社會那種假道德 每個人都批評 你女兒真的做無特 不知羞恥 禮而廉之無 就是這些很多很虛偽的社會 他就批評官員 他就不會說那些官是貪官汙利 他不會這麼說 但是他就講到那些人的行為 他就嘗試找一些空間生存 我只是說在中國大陸 有很多有心的人在做很多這些事 當然當一個制度是有很強的中央權力的時候 這個是難的 香港現在我們 其實剛才這樣說 我們開始那段 講很多現實的事情 就可能大家覺得好像很灰 哇那死了玩完了 以後怎樣搞呢 但是我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我想兩位都同意 我們不是一個這麼消極的人 只是我們是很理性 我們是明白現在的 是隱瞞 但是我們怎樣 survive under 這個這樣的現實 這個就是剛才KT你說的 就是我們跟著 一個公民社會 很難我們建立了出來 香港人尤其是年輕的人 我經常看他們 你不要習慣了以後 你出生就看到的東西 就是take for granted 就是這樣 我們自由的 張英文的東西 什麼自由啊 什麼法治啊 這個是理想 香港曾經有 現在是不是沒有了 也不是 也有 但是有是去到什麼 這個你要知道 中間有什麼變化 那你繼續在這個社會生存 你就要做一個有用的人 也都是能夠自己 能夠保存到你自己 所以我經常提到 有一個媽媽跟我說 都是一些基層住公屋 她帶著兒子 單親家庭 她說我兒子很激 中學生 成日化 日後回來很多東西 看到電視的新聞 就拍了桌子 覺得很多東西很不同 我說你不要怪你的兒子 年輕人 他是一種 我說聖經都說 耶穌說 讓小孩子到我自己來 北國雲經道口 有一間天主教小學 門口就寫了一句東西 就是金句 融鞋近我 就是聖經 很文言 就是融鞋近我 你融的小孩子來我那裡 就是小孩子 年輕人 就算他是很煩悶 亂說話都好 其實這些就是上天所珍惜的 他有他的天真 但是我們要教他提醒他 你認為是有空間的 絕對有 電影也好 KT就問這個問題 在今天這樣的狀態之下 說說空間 我又不要用悲觀 就是說我們看看現在的現實環境 內地其實一向 我覺得擦邊球 就是這個字根本內地出先 第二件事 內地的一件事叫潛規則 公開正面 大家都知道的 那些法規什麼都相對來說 其實有些看起來好像比香港寬鬆 如果你跟香港以前的惡法比 但問題就是大家都知道 內地一收緊時也不能爭辯 但他亦有個好處就是 在無論什麼的合宅環境裡 他都知道那個空間在哪裡 於是大家就有個互相的走位 例如我舉個例子 我有朋友在內地造廠 他說現在第一請人很難 因為疫情流動性低了 第二他說現在就要交數 現在要拿GDP收入 領導打來就說 今年你交多少錢稅 不是按你的營利 不是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要有自己的機制 要交得多的時候 他們要正職 那你就大家幫忙 你賺錢多的時候 我又可以放寬給你 讓你有個小金庫儲多些錢 你幫我幫你 他有一個灰色地帶也好 擦邊球的空間也好 有些潛規則也好 內地這個大家都知道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但香港沒有 香港人認識這件事 不是還未認識 是香港人過去習慣了守法 你們兩位剛才說了一大輪 例如陳家聰 Peter 你也跟他一起 據你力爭 King 你也熟悉法例 我們要根據法例 我們要討論 這是香港人要習慣 現在沒有需要做這件事 現在只不過 你要慢慢 遵守 你不要問 香港的公務員 執法者 全部是依書直說 依足規矩 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會說 我要轉了我的思維方式 我要給大家 有些靈活的空間去處理 在適度的 適當的 情況之下 可以怎樣 因時制宜 沒有這些權宜 互相的默契 現在什麼都是 只會做多 不會做少 遵照長官的意志 KT 你說這個情況 這個比你上級 是不會失職的 你要盡量 你說那個 上個政策下的對策 你都提出很好的 一個情況是怎樣 但其實他都有一個危機 國內做過很久的事情 都體會到 當他大家 官也好 民也好 中間 對著上面 有些政策 我們怎樣能夠生存 我做官 地方官 我都不想你死 大哥你死我都沒有處 那個從商的人 民間 他又怎樣 在這些法例之下 他要生存 但你說那種彈性 如果自己私下 其實那個危機又怎樣 很容易 他是踩過了線 剛才說的 我們以前為何安心 不要跟我吵那麼多 大家跟法律做 就清爽 但這個無可樂 但現在我們不要爭 灰色地帶 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對不對 如果我們承認這是現實 我們將來怎樣走下去 這件事反而我緊張 我不是爭 因為你扭不到 第二件事 很多老朋友做生意 其實他有危機 他不知道去到什麼時候 我不是說對錯 而是說現實 他是無可奈何地 他踩到某些位置 因為每個行業 每個情況都不同 你踩到什麼位置 有沒有危機都不同 所以我們只可以去一個很具體的行業 如果有機會 就是看譬如正說 電影 你怎樣 不會踩到那個危機 無論是不依法的危機 或者是一個上有對策 下有政策 下有政策 下有政策的危機 甚至去到你自己生存的危機 現在政府簡單 告訴你 你不聽我說 無論成立不成立 我第一件事 先停止你的資助 那你怎樣處理 你已經提到一個方向 就是 避免那些 有N那麼多題材 這個世界 你不一定要拍那些 挑戰政府權威的東西 像你所說 在鐵馬行空拍一些古代的東西 拿些紅樓夢出來再拍 行不行 那你肯看才行 是的 這個 這個我們不可以 我們要想多一步 就是這樣 我們不可以 他要拍我拍 我就拍 第一 你不要計算票房 第二 就是 大家走這條路的時候 都要拍得好過其他人 大家都說 外國片 都要拍得好過別人 我就想問 在這裏來說 你怎樣確保 或者 你怎樣 告訴自己 我不是單單有生存空間 就是值得做 依然是值得做 如果真的環境差到 你一定要拍愛國片 要不就不要做 你當然可以不做 但如果要值得做的時候 你怎樣對自己負責 怎樣拍到一套好的片出來 這一片你自己 告訴自己 不要說別人是否值得上 是我真的值得做 我除了戶口之外 就是賺錢之外 我就想看回 當年新浪潮到先浪潮 其實我覺得 新浪潮尤其是一開始 是什麼呢 就好像你們一開始就說 以前那些戲 全部都講劇情 你說睜眼睡覺 十分鐘之後看完都繼續 一口水多個茶 講劇情 都跟到劇情 但你說上樓高達 那時候他們不再講劇情 他是講技巧 他是以技巧先行 他是技巧的實驗 這件事 其實完全體驗 香港那些電影人 我們講徐克好 吳於心好 他們都是 當年大英會 都是技巧先行 他們就學了這些技巧 或者他跟進了新浪潮的技巧 現在他用百里迷超百元 一直去試驗技巧 所有有趣的地方 當年吳於心拍那一部 石旗拍那一部 誰拍那一部 他們沒有一部 大家都懂得看 是一個拍烏鷹 對 他不算內容 不算劇情 他是在技巧上的嘗試 探討 探討 而是成功 給自己 這件事 現在我們要慢慢走回去 這件事 最成功的例子 其實就是徐克 你看徐克 既是技巧 他一定是技巧 但他也在題材上 創新 他是領導的潮流 同期的我們又稱為新浪潮是甚麼呢 方玉萍 他就不是技巧 他就是本土 他就是本土 如果用現在的意識 這也是新浪潮的方法 符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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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回頭 上戲都是符予子 當時香港的新浪潮 一個是技巧的實驗 一個是內容的本土法 這件事等於許冠傑唱歌 一樣 方玉萍 到最後 兩者合不合得來 我很深刻印象的是 許安華拍封劫 封劫有技巧 亦有本土 封劫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龍夫山封劫 但他裏面最繪迫人口的一個鏡頭 就是去安華第一個組 在原地移動 人們拉過來 背景是不變的 這是一個技巧嘗試 當年是很轟動的 我覺得現在拍戲 現在我們好像給那個內容 現在好像犯了國安法 或者不可以犯 對不起 不應該知道 有一點 涉及 涉及到被人懷疑 或者被執法者一個理由去 不用跟你爭辯 亦沒有人跟你爭辯 是不是先停了你 是吧 這件事才是最慘的 如果你說我還可以 據你力爭 都說 但現在不是 現在是不是先停了 慢慢談 那你就直接點了麥 因為你說那個處境 這個現在也是 那天我們去開那個會 那班年輕的電影人 最後沒有結論 就是說 如果我們去到最後 我們都很順復 因為他所謂法例 亦都不是很清楚 他只是有個方向 當然他寫出來有些東西 但他寫出來 就說 是其實up to他的discretion 最後是由長官決定 你對不對長官決定 你這樣說 他不喜歡你 就先停了你 那個point 就是這樣的時候 他們再創作的時候 這個是很大的枷鎖 不過我也同意 KT想引導我們 向哪個地方討論 即使是一個管制得很嚴的地方 實在 內地的工作者 比我們更加 懂得去走鬼 找他的空間 我記得 當年 好像都是馬逢國安排 我們去內地看一套片 叫做黑豹 是呀 我說過 說旗子 那就是 有隻豹不見了 那整套戲就說 是很多的誤會 黑豹是仗棋的 是呀 就是 他們反映出 原來 這樣下去 實在是大家多疑 沒有事情 大家辛苦 但是 他是透過這樣的劇情 是很務實地反映出 是 社會 是有些事情 是可能 那個國策 或者那個執行的政策 或者是大家 那個集體的意志 是出了問題的 真的 可以進入D100.net網上PayPal訂購 自己有 請訂購D100香港台 如果有任何查詢 可以電郵去 info at D100.net info at D100.net WhatsApp去 91671611 又或者打電話 22971999 一起把聲音留住 續訂D100香港台 延續節目人才